旅居海外的侨胞 是我国宝贵的资产 在纽约市法拉盛区的亚西亚银行 是我国台商蔡仁泰所创立的 蔡仁泰董事长 曾任第一届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会长 他为了台湾的外交与民主 三十多年来的耕耘 不放弃的毅力 再次证明 台湾人在世界的影响力 尽管他事业有成 但依旧兴棄台湾 一旧五年 我们海外台商差不多都要有新纪 我们台湾人协助 我们做这个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 我是联合肥丁 因为海外台商很疼台湾 但是他在台湾 才通过来 我们国际的外交 哪来哪来 就是台湾人当地都相当有力量 所以当地的经理官员都有接触 旅居海外的侨胞是我国宝贵的资产 而侨胞对我国的向心力 也是中华民国永续的最大基石 期待未来有更多的侨胞 在世界各地大放异彩 经济人文百花齐放的纽约 虽然是许多着梦者的天堂 但东西文化差异 以及商场上不同的价值观 让来到这里奋斗的台商们 面临到许多实质上必须克服的问题 在纽约 有一位经营旅宿门窗的台商 白手起家 多年来的努力 让他在2003年 被推选为全美百大最有影响力 少数族一领袖 曾经货搬台湾中小企业协会盘石奖的陈秋贵 凡事亲力亲为 对待员工宽厚用心 是一位深居台湾啃食风范的领导者 我是1982年来 当初来是抱着一个美国梦 一来的话去帮人家做修理铁门窗 我常常在帮家装铁门窗客户都叫我说 你把里面的帮我把窗子先换掉 以后你才帮我装铁门窗下去 过来就想做这个窗子 就这样做一段时间 很幸运就是越做越大 当然也很为了说 因为我们台湾来的感到 在这行业里面有这个意识之地 也感到很自豪 台商在世界各地大放异彩 不仅拉近了乔举国与我国的距离 进一步更带动了我国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 期待在未来会有更多的台商 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